WWE 2K20在发售当年一度是个问题而同伴的存在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终究还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不过经过两年的时光沉淀 重生的WWE 2K22来到了我们面前 期待这款新作的玩家们 也都希望它能成为系列的救命稻草 从我们目前短暂的前瞻试玩来看 它就像赛萨罗的巨人螺旋桨一样来势汹汹 首先本作并未像之前开发商承诺的那样 对系列进行了彻底的改进 游戏内的一切的确更加精致细腻了 不过这只能说是开发了这么久之后 他们应该拿出的诚意 WWE 2K22与它前作相比自然是进步了不少的 除了显著提升的画质和音效之外 真正喜人的改进来自它对于WWE舞台的塑造和展示 镜头角度和对照明显的细微调整 让游戏多了几分电视节目的及时感 擂台变得更小 显得里面的摔角个头更大更壮 这确实是一些小调整 但它为我们带来了更极致的摔角游戏体验 同时游戏对细节方面的注重也值得夸赞 各种各样的小细节合围了一个整体 摔角手将对手按倒的瞬间 轰然冥响的音乐 在疫情期间的雷霆巨蛋 屏幕上闪过的一个个仿佛真人的面孔 就像是在观众席上按了摄像头一样逼真的观众互动 简直跟收看Sparkdown节目的体验完全一致 当然这并不是说系列的前作细节就做得不好 而是本作试玩体验中游戏对各种细节下的心思实在是足够细腻 结合在一起时更是令人感到诚意满满 就对外宣传来看 WWE 2K22最大的变化在于引入了全新的游戏引擎 乍一看游戏并没有宣发时说的那样全盘革新 但当我摆脱了系列前作的一些游玩习惯 真正上手了几场游戏之后 我才亲身体验到了游戏在流畅性上的新升级 脱胎而繁琐的格斗系统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动态的组合联机 放心不是街霸系列那种复杂的按键组合 本作可以通过轻击重击摔迹攻击的组合 轻松实现电视节目上的各种格斗和摔角动作 对于初入坑的萌新玩家来说 这样的改进更是雪中送炭 我在系列前作中也经常碰到和新手的对局 但往往都是以双方回合制护锤结束 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必杀技 而现在对面的萌新脸滚手柄就能用出一个DDT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练滚手柄就行了 除了反转招数之外 本作还有其他三种防守方式 格挡 闪躲和打断 打断技是该系列首次出现的技法 是反转技的重要变招 如果你和你的对手同时按下同一种攻击 就会出现攻击被打断的情况 这种机制有效防止了玩家烂按攻击键 同时鼓励玩家尝试更多的攻击组合剂 与前作不同 WWE 2KR可以无限制使用反转机了 这样的改动会造成主动拳在摔角手之间的反复横跳 游戏的焦点也从谁能储存更多的反转技次数 变成了看谁能抓住机会一举扭转战况 不过这种机制让AI对手变得有点棘手 因为AI对手非常爱用反转技 我每次打出技能都能感觉会被他们反击 以我目前的游戏体验来说 我觉得官方可以把反转技的窗口时间调整得更短一些 这样反转技才不至于滥用 反转成功的收益也会更加宝贵 虽然目前我只对WWE 2KR的摔角玩法做了初步的探索 但我认为本作已经在吸引新玩家和游戏深度之间 达成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 我会像玩我喜欢的那些格斗游戏时那样 反复查看联机表 寻找我最喜欢的组合机 而游戏也会通过火力全开的对局 和戏剧性的反转来回报我的付出 在单人和多人赛中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和系列前作一样 当五名以上摔角手进入擂台时 场上会爆发一阵阵混战 但似乎是因为锁定对手的系统得到了改进 混战的体验好了很多 在我试完的过程中 我有幸尝试了全新的 粉丝们呼声超高的经理模式 本作中的经理模式叫MyGM 是自2008年之后经理模式的首次回归 该模式将会让你负责一档WWE节目 用预设或自定义的制作人角色进行游戏 我试完的版本中暂时没有自定义制作人 但屏幕上的几位著名人物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亚当·皮尔斯 索尼·维德尔和斯蒂芬尼·麦克马虹都在其中 阵容选择必须要处理好选手的恩怨对手 选手签约 摆架子的明星等等问题 解决了这些才能线上一场精彩的摔角节目 我试完经理模式的时间很短 还没能完整体验到这个需要大量时间才能深入的模式 但就本次试完来说 经理模式的体验非常好 并且我感觉我还能在这个模式中更进一步 游戏中我做出了很多决策 例如给谢恩·麦克马虹和蒙特兹·福特 安上GM和巨星的恩怨对手人设 增加节目的制作支出等等 每周的收视率和粉丝反馈也让我有了对应的收获 不过游戏中针对赛事的评论似乎表明 一支预先组好的摔角手队伍 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的比赛阵容要好得多 我们还并未知晓经理模式的全貌 具体的要素仍是未知数 我担心它可能会比较单调 毕竟单次赛季最多只有50周 每周节目的流程也有限制 无法达到足球经理这类游戏的模拟经营深度 不过经理模式确实打造了一个真实的WWE赛事品牌 在你观看比赛为台上的情节惊叹时 它更能引起你身为WWE迷的共鸣 当你知道你预先安排好的情节即将上演的时候 那种一切近在掌握的快感更是无与伦比 从短暂的前瞻试玩来看 WWE 2K22似乎算是做到了它承诺的全面改进 不过就目前的信息而言 我们很难说它是否会有与游戏时间对应的深度和广度 但该夸还是要夸 游戏在细节上的各种心思 针对新玩家的机制简化 以及重视WWE赛事这方面 确实也证明了它值得期待 it's a new classic we back at it yeah we back at it makes we back at it makes 感谢观看